它是全国唯一以花命名的城市 但无甘大陆 99%的中国人 只在天气语报里听过它的名字 大多数人对它的了解 不会比对一搜二搜宇宙飞船更多 如果谁想反驳 不妨先问问自己 知不知道潘志华其实是木棉花 潘志华没有百年老店 因为这座城市总共不过59年历史 潘志华也从不起是外敌人 因为在这里基本上都是外敌人 回顾它的缘起和诞生 值得所有人铭记 英雄树下 金沙将潘威娥处立的三线建设英雄纪念碑 彰显着老三线永不磨灭的丰功危机 他身后的三线建设博物馆 则将那个时期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 种上铁路 桥梁 街道 楼房 种出一座飞升世界 繁荣新盛的钢铁之城 了解这些后 现在让我们重新认识一下潘志华 地处四川南境之南 云南北境之北 是四川的南下门户 它是长江干流穿过的第一个地极式城区 真正意义上的万里长江上游第一城 也是我沿着长江去旅行抵达的第一座大城市 它西跨横断山脉 东陵大梁山脉 金沙江与亚龙江在这里阴阳集会 山川行便是对城市格局最完美的权势 它的面积是7440平方公里 其中90%以上都是山地 它是名副骑士的山峡之城 钢铁之城 除了史诗半步蓝壮阔的发展史 它还是全年日照长达2700小时的阳光城 四川人自己的小三亚 以及非热带的热带水果王国 由于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气候 潘志华成为全国纬度最高的热带水果产区 据说平均每月就有2-3种水果上市 还有全世界最好吃的芒果 我在这里才真正体会到了什么叫水果自由 大快朵铁地体验了一把钢铁之城的柔情谜 沿着长江去旅行 近见潘志华 我看到了最纯粹的信仰中自养出的伟大力量 我看到了经久不息的热汪和重重山外的夕阳 我看到了江河赋予自然万物 赋予文明的另一种可能 江山之雄 人文之云 物产之风 自然之美 在这体现的淋漓尽致 如果要有一个词形容盘之后 我唯一能想到的是 钢铁甜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